各位四年级西安的学生,大家好 再次欢迎回到呢,今天的这个国文的这个补习班 好了,上个星期呢,老师所给予你们的这个练习,你们完成了吗? 很简单,对不对?就是呢,有实体的选择题 还有下面呢,有这个四题的这个呢 改正错误的练习 好,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讨论这一页的练习 希望呢,你们已经完成了,才来看这个视频 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知道,到底你们是否明白这个题目 然后答对了多少题 我们来看这个 比类叫班洋巴林斯帅适合呢,选择适合的这个答案 好,第一题我们来看 Nama Bernoulli's Novel ini 好,每一次呢,其实当我们在看一些语法的问题 国文也好,英文也好的时候 有时候它会有一些小线索 让我们呢,能够猜到答案是什么 它讲Nama就是名字 所以你还记得吗? 当我们在问名字的时候 其实有两个可以用 一个就是Apaca,一个就是Sapaca 如果你问的是动物的名称 动物的名字,或者是植物的名字 我们就用Apaca 如果你是问人的名字 我们就用Sapaca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后面的 后面的这个,它所给的这些字 Bernoulli's Novel ini 什么叫Bernoulli's? Bernoulli's就是作者 Bernoulli's就是作者 Novel ini,这个小说 所以Nama Bernoulli's Novel ini 这一本小说的作者名字 所以作者一定是一个人物,对不对? 所以答案就是Sapaca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词 highlight起来 Pernoulli's这个字 告诉我们答案是要用Sapaca 所以记得,当我们在看题目的时候 你要懂得怎么样的 找出这一些题目的关键字 或者是一些线索 好,我们来看其他的选择 Mengapaca 你还记得是什么意思吗? 对了,非常好 那就是为什么 Bilaka,几时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 Yang,Ka, lebih chante OK,比较美丽 所以Yang, lebih chante,比较美丽 Mana,什么叫Mana Mana是哪 哪 如果加上D呢 Dimana就是在哪 Kmana就是去哪 所以如果等待一个字呢 其实Mana这个字是指哪 哪一个的意思 哪的意思 Bilaka,几时 Bagaimana,怎么样 Mengapa 刚才刚才说对不对 为什么 所以这题答案是 Yang, mana, ka, lebih chante 哪一个呢 比较美丽 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个 Bag,当案 ini 这一个手提带 Kerpunya'an 什么是Kerpunya'an Kerpunya'an 就是拥有 所以Bag,当案 ini 这一个呢 手提带呢 Kerpunya'an 拥有 所以A,apa Apa就是什么 Bila 几时 Siapa 谁 Mana 哪 所以应该是 C,siapa 谁拥有的 这个手提带呢 是谁拥有的 好,再来我们看下面 第四题 K,美Ka Dihukom Ole Guru Discipline 所以他们呢 什么是Dihukom 被处罚 OK 被处罚 Ole Guru Discipline 被呢 这一个呢 激励老师处罚 所以A 是Bagaimana 怎么样 他们怎么样 被基于老师处罚吗 还是Apa 什么 Mengapa 为什么 还是Siapa 所以很明显 对不对 当然就是C Mengapa Ka 美Ka Dihukom 为什么呢 他们被老师处罚 好,下一个我们来看 Ka yang ada di dalam Lachi 所以 yang ada di dalam Lachi 什么叫 Lachi Lachi 就是 抽屁 Bagenti 在这个抽屁里面 有没有可能是A Siapa 谁在抽屁里面 肯定没有可能 对不对 哪里有可能一个人在抽屁里面 Apa 什么 Mana 哪个 还是Mengapa 为什么 所以很明显答案是B 什么东西呢? 什么在抽屉里面 第六 BajuTi BajuTi就是我们讲的T-shirt 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呢 我们每天穿的这一个T-shirt 我们就叫做BajuTi Yang Kamu Bali 你买的 所以你买的那个T-shirt呢 什么? 就是件 所以 Berapa?多少? apa?什么? mana?哪? bagaimana?怎么样? 所以这题肯定是 Berapa和来?多少?件 第七题 K keadaan Lalu Lintas di Pusat Pandas sekarang keadaan 其实就是我们所讲的情况 Lalu Lintas 可以讲说是交通马路 Ni Pusat Pandas sekarang 在这个市中心 所以这边有一个关键词 我之前有告诉过你们 那就是Kaadaan 只要你看到Kaadaan 答案就一定是Bagaimana 所以你要记得 只要是 有Kaadaan 有Cara 答案一定是Bagaimana 第八题 Ka Bas itu Akantiba 所以那两个Bas Akantiba 将到达 Bila 几十 Sapa 谁 Apa 什么 Brapa 多少 所以这些答案是Bila 所以你看到我们一直这样问 我问你回答意思 我问你回答意思的时候 其实你一直就是在 慢慢的把这些词呢 都记在你的头脑里面 所以下一次呢 你就很容易的 能够 能够呢 把这些字呢 都给记起来 第九 Ka ASMI KELIHATAN SANGAT LETE 所以呢 ASMI KELIHATAN KANCILAN SANGAT LETE LetE 就是 LEN 所以呢 S嘛 ASMI KELIHATAN SANGAT LETE ASMI呢 KANCILAN 呢 所以这一题我们来看 所以 APA 就是 是什么? Bagaimana? 怎样? Mengapa? 为什么? 谁? 谁? 所以这题答案是Bagaimana? 是吗? 对不起 错 是Mengapa? 不好意思,看错了 Mengapa? 为什么? Asmi看起来很累 好,最后一题 第十题 Lama ka? Perjalanan? Dari sini ke jūtai bing Lama ka? 就是酒 OK,但是如果看呢 就是指多酒的意思 Perjalanan? 路程 路程 Dari sini ke jūtai bing 从这里去到这个太平的动物园 所以这题答案是什么呢? Bila? 几时酒吗? 还是Brapa? Lama? 多酒? 还是Apa? 什么酒? 还是Bagaimana? 怎样酒? 所以很明显答案是Boy Brapa? Lama ka? 多酒? OK 会去到这一个 从这里去这一个 动物园呢?多久 好了 我们完成了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个 比较挑战性的词 的问题 这个呢 我也在之前有教过你们 然后我也告诉过你们 每一个 疑问词的用法 所以我相信 这诗题对你们来讲 应该不难 好 我们先来看 arahan Betulkan Betulkan Kesalahan Penggunaan Kata Tanya Dalam Ayat-Ayat berikut Kemudian Salin Ayat-Ayat semula 所以呢 我们要呢 改正 Betulkan Kesalahan Pengguna Kata Tanya 这个呢 错误 Kesalahan 就是错误 使用 疑问词 Dalam Ayat-Ayat berikut 在这个句子下面呢 有错误使用的疑问词 我们要 Betulkan 就是要把它改正 Kemudian Salin Ayat-Ayat-Ayat什么的 然后再把句子 重新抄一遍 好,我们看第一题 好,所以当我们在 看这个题目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一些时间想一想 Hagakamos ini Berapaka 这一个字典的价钱 Berapaka 好,我给你们一些时间想 大概20秒 你们应该想得到 所以这一题 请问它的错误在哪里呢? Hagakamos ini Berapaka 你们有想到吗? 好,这一题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要公布咯 它的错误就在 这个Ka 所以把Ka割掉 其实只需要写 Kagakamos ini Berapa 所以你还记得吗? 我说过 疑问词在句子的尾端 疑问词在句子的尾端 疑问词在句子的后面呢? 我们不用放Ka 直接放疑问词就可以了 Hagakamos ini Berapa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题目呢? 其实考试是不会要你 写出这个句子的 但是呢 它会出在选择题 意思就是说 它会出A B C D 四个选择 然后呢 你要从这四个选择里面呢 找出正确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只有一个对三个错 所以这个练习 其实也是在 在考一考你们 能不能够看得出 这个句子的错误 所以这个呢 是因为它多用了一个Ka 所以它错了 好,我们看第二题 Daribada Apaka kamu mendapat nota ini? Daribada Apaka kamu mendapat nota ini? 哇,这个呢 就已经有运用到一些 就是两个语法 你需要用到两个语法的 这一个呢 认识 你要认识到两个语法 你才知道这一题的答案要怎么做 它讲Daribada Ka Cong kamu mendapat nota ini? 你得到这一个笔记 好,给你们一点时间 看你们找到它的错误吗? Daribada Mapaka kamu mendapat nota ini? 所以从 你得到这个笔记 所以这个Apaka就是什么? 所以这一题呢 正确答什么呢? Apaka是错的 OK,你还记得吗? 之前我教过你们 Daribada 一定是用在人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看到Daribada的话 就表示后面一定是在 说到人 从哪一个人 OK,你从哪一个人那里呢? 得到了这一个笔记 所以你不用Apaka 因为Apaka是用在非人类 如果我要讲人的话 我就要用Syapa 你从谁的那里得到? 这一个呢 笔记 Daribada Syapaqa 而不是Apaka 所以明白吗? 所以这一题呢 又比刚才那一题更难了 好,第三我们看 Syapaqa nama gujen gasean Kamen 这题就简单多了 我看在10秒里面 你们就已经 能够找到它的错误 也给我正确答案 刚才我在这个课堂的一开始 我也有讲到 如果你有注意听 你有看这个视频的话 你一定记得 好,所以你们找答了吗? 所以这一题的错误就是Syapaqa 好,正确的应该是什么呢? Apaka 为什么用Apaka呢? 因为你看后面还写什么? Apaka nama gujen 它是要问猫的名字 所以如果是问猫的名字 一定要用Apaka 好,最后一题 Buko bilaka Buko就是这个几点钟的意思 几十点 就是我们讲几点的那个点 几十点 Bilaka Batot kami 我们应该 Tunggu den Di Perhentian Bas Bentian Bas 就是80张 好,所以 给你们一点时间想一想 到底这个句子的错在哪里呢? 然后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 Buko bilaka Batot kami Tunggu den Di Perhentian Bas 再 80张 好了,我要公布答案了 这一题的错误是Bilaka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Buko这个字 你要记得Buko就是要问几点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定会用Berabaka Berabaka OK,几点就是Buko Brabaka 好了,所以你们答对几题呢? 有答对全部吗? OK,全部的问题都有答对吗? 所以欢迎你们把你们的这个练习 你们批改了的这个练习呢? 也可以放在comment去 让我看一看你们做的如何 好,所以我要你们把这四个句子 这四个正确的句子呢 改这两个句子呢 写进这个空位里面 然后今天的下一个功课呢 就是完成这个1到9题的选择题 好,这个也是疑问词 所以这个是最后的终极的 这个测试的 看一看你们呢 对这个Gatte Tania这个疑问词呢 到底认识的多少 好,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好,谢谢